竟然讲到岛屿生物地理学 就想到台湾也是岛啊 虽然台湾是大陆性岛屿 然后跟大陆的距离说近不近 说也不远 不过台湾的面积其实不大 占陆域面积的0.024% 不是2.4%哦 是0.024%哦 面积很小 可是我们的物种占全球1.5% 看比例 面积这么小 物种这么多 所以我们的物种密度 是世界平均的60倍 所以有人说台湾真是宝岛啊 台湾的物种关系好高啊 好 就像台湾有本分是25%的 有款数植物 只有台湾有 叫台湾特有种 当然是因为台湾海下的地理隔离 跟台湾本身有很多性质 下面是原因 台湾是大陆性岛屿 所以很多大陆的物种会跑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的多座性不会低的 所以大陆有什么 我们就有什么 越近的岛多座性马就高 那我们距离也很近 所以可以入侵 但是同时又有一些些地理隔离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演化出新种 再加上我们的棲地一直性高 我们有高山我们有谷地 我们有不同的高山湖泊或平地湖泊 首先在岛内就已经产生了地理隔离 接下来是我们的环境很好 我们纬度低 各位想像台湾这样的环境 拿到了北极圈 从高山到低海拔 全部冷冻什么都没有 所以台湾就是得天独厚 纬度好 而且又有季风 又不是沙漠 我们湿度温度都不错 所以这么多的条件之下 让台湾的多座性蛮高的 好以上是台湾多座性的简介